拿着空瓶子却没水可装 遭到以色列围困的加萨 老百姓真的惨到不能再惨 加萨人怒控以色列宠罚平民 有人从凌晨排到现在 连一口水都拿不到 好不容易雪来了 这是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经不起美国施压 终于同意恢复公水 只是还是没电可用 民众在加油站等着加油 等出火气 另一边的大马路上 志工克难的架起锅炉要做饭 因为燃料用尽只能烧柴 与此同时以色列几乎撤出加萨 却遭到哈马斯阻止 最新英党曝光 哈马斯呼吁死守加萨 也让夹在中间的巴勒斯坦平民 越来越惨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